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发展 交费利用 资本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出外集记的第十五章 出外集记的第十五章 前面它是用摩西的歌 摩西的歌它用唱歌的摩西的歌来讲到 但是我们今天想看的不是荣西的歌 我想看的是26节 他说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Amen 好他前面在这边讲到 你若留意 留意听神的话 接着呢行 行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然后留心听神的诫命 守神一切的律例 所以这四项 有没有成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留意的做的事呢 先留意听神的话 所以每一次神的话 神在讲什么 我们很留意听 每天的读经的话语 我们很留意听 每一次主日所讲的话语 我很留意听 第二个呢 我们开始在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好 在你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做出神看为好的 所以每一个事件来的时候 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 神要我怎么做 接着呢 我留心 留心听神的诫命 我留心 留心 注意去看神的命令 所以守神一切的律例 他说神是医治我们的神 所以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留意 留心守神的诫命的时候 神就要来祝福我们 祂是医治我们的神 阿们 所以祝福你 在你生命的生理上 各样的疾病 好不好 你就起来宣告 神大名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 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 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 奉属的名祝福每一位 阿们